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這集我們繼續來講講澳門發行的數字貨幣 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頻道 還有給個讚我們 根據澳門電台的報導 澳門金管局就跟中國人民銀行保持溝通 跟進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情況 就會適時研究發行數字貨幣的可能性 以及已經計劃修訂貨幣的發行制度 以及增設發行非實體法定貨幣的規則 即是開始訂立這些法律 另一篇相關的新聞 我今次引述彭博 就是今個月初的報導 在之前幾個月 澳門的博監局跟很多博企有接觸過 他們也是討論數字人民幣兌換籌碼的可能性 但這個討論仍然是初步階段 不過之後博監局就很快發了聲明來澄清 指協調局跟博彩公司說 用數字人民幣換籌碼是屬於不實報導 兩篇新聞都是十分簡短的 我上一條影片也有提到 每次有這類十分敏感的新聞 其實都很有可能是在試水溫 而上一次大家都看到 澳門博監局的反應是超級快的 基本上在澳門生活的人都知道 澳門政府一向做的效率 都是非常一般般的 上次澄清新聞居然可以在收工之前出到 可以見到這個速度有多快 通常這一類新聞都是要局長、簽名、確認才可以發新聞稿 不過在發行數字貨幣上 澳門有沒有必要呢? 如果你說發行一種新的數字貨幣呢? 其實對澳門來說的作用性不是很大 因為澳門本身的人口其實不是很多 只要我們的電子支付和國內對接好 基本上就可以滿足大部份遊客的需求 澳門的旅客主要都是以國內為主的 所以澳門做數字貨幣的必要性和作用都不會太大 而且在經過這次疫情推動之後 澳門的電子支付基本上已經有至少六到七成的普及 以及各大銀行都推出了自己的優惠 所以實際上普及率可能會更加高 所以在這個高普及率的情況下 開發一種新的貨幣就會變成的必要性不會太大 以及澳門的發行量也不會太高 因為澳門的人口基數小 可能發行一個這樣新的數字貨幣 那個發行成本已經很高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所討論的貨幣很大機會就是引入國內的數字貨幣來到澳門 為什麼要引入國內的數字貨幣呢? 就像之前政府所說的不實報導的新聞一樣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說完原因 就是希望可以用人民幣的數字貨幣去買澳門的籌碼 其實這樣是有幾個好處的 第一就是可以防止資金外流 其實澳門一直以來都是洗錢和放數的天堂 如果換了數字貨幣來換籌碼的話 國家其實是可以變相控制給賭客換籌碼的額度 國家在國內可以順利推行數字貨幣 再慢慢取代傳統貨幣的話 我相信很大部份人 他們收賣家的現金都會變成廢紙 因為很多地方都未必會再收現金 如果資金合法的話 對賭場來說 其實用數字貨幣可以大大減少收壞帳的風險 因為很多時候每個賭廳都有很多壞帳收不到 國內收帳有時也未必收得到 不過如果換了數字貨幣的話 可能對很多博彩中國人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們直接可以換到籌碼 所以未必會再需要到達馬仔的服務 隨之而來 可能每個賭廳都會想方法提高客戶服務 去吸引客戶 這樣之後就會變成每一間賭廳都在鬥服務好 第三 可能到時對一般賭客都會有比較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直接用手機上的數碼貨幣去換籌碼 由於不是資金外流 所以可能到時來澳門搏殺的上限又會再提高 到時直接得益的其實也不是賭場 不過怎樣也好 其實這類新聞是不會亂寫的 是要去訪問和取材的 所以一開始政府所說的不實報導 其實可能都有一定的可信性 還有賭場的賭牌都快要續期了 所以現在無論推行什麼動作什麼政策 政府都有很大量的籌碼 可以跟各大賭場談 所以就算疫情的生意再差 各大博企基本上都不會選擇去炒澳門員工 最多都是放一下關內1加1 就放多些價錢 大家又覺得這個數字貨幣 未來會不會有機會可以換得到澳門賭場的籌碼呢? 對澳門來說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你們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看完了就記得訂閱和點讚了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 我們就下集再見 我們大家看見 快點讚 這組目很自然 我們就先給一個大的珍貝 好好看 你們看 有 máqu持機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